每天都在玩 端的一下 直接全屏 这样的话它只会显示上屏幕 Zor 咔咔咔咔咔 让我们赶紧把我们的阿芬变成一台掌机吧 我跟他最近苹果终于让那个游戏模拟器上下App Store了 就是这个 Delta 非常的好用 我用了好几天 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整个用户体验非常的完美 竖屏的时候这个 Gameboy Advance SP GYSP 横屏的Gameboy Advance GB GB 都可以非常完美的运行 而且最关键它还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Delta它的 完美的设置还有一些使用方法 让我们赶紧把我们的阿芬变成一台掌机吧 这个Delta Game Emulator 游戏模拟器 它上架了之后在全球的App Store 这个好评不断大家看 在韩国的App Store是 4.9份 在美国的App Store我看一下它是排行第一的 免费软件排行第一的 所以我们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打开就这种效果 然后我先回到主界面 这边有Nintendo DS NDS 还有 GBANG GBAA 都是有的 然后整个运行的效果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非常的人性化 玩过NDS的朋友都知道它双屏的吗 上下屏的 然后我们横过来的时候 是左右屏的 然后有虚拟的摇杆 但是当我们连上我们的手柄的时候 它就 这个体验就非常不错 咔嚓一下的 端的一下 直接全屏 然后虚拟的手柄就消失了 另外对于手柄的支持也是非常的完美 暂停我们回到主界面 然后比如说 GPSP 竖屏和横屏 我们都可以 套用不同的皮肤 这皮肤做的 跟真的似的 非常的beautiful 而且这个操作起来 它还有振动反馈 有happy tap 端端的 所以整个操控性 这个界面 都是非常的完美的 我们再回到主界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进行操作 我们在电脑上把我们的ROM文件 通过这个Airdrop 共享之后 发送到我们的iPhone上 iPhone收到之后 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直接 点击这个分享 然后这边有一个Delta 我们点击一下之后 直接就可以进来 直接就可以把我们的游戏 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安住 安住之后这边 大家看我们可以重新命名 Change artwork 我们可以更改我们的游戏 其方面什么photo library 在我们的相册里面 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文件 或者是 这个Delta 他们有这个Database 有数据Core 我们点击之后 搜索 Metaroid 放上这种 点击一下之后 直接就可以套用了 如果要运行 Nintendo DS NDS 它的游戏 我们需要简单的设置 我们点击 左上角的这边 齿轮 点击这个setting 然后到下一边 这边有一个 Nintendo DS NDS 到 不是 不是 到下一边 这边 Core settings 如果大家是第1次进行设置的话 我们进入Nintendo DS Core settings之后 这边大家看 BIOS它的文件是需要进行安装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 进行下载就好 搜索 NDS BIOS文件 就会有一大堆 然后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文件夹里面 也是可以通过 Adshop 发送到我们的 iPhone或者是iPad 或者是iPad 都可以 发送到文件夹里面之后 我们在这里一个一个进行 点击选择就可以 安装起来 非常方便BIOS.binBIOS 7.bin Formware 固件版本 都可以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像刚才的那个 ROM文件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Adshop 发送过来 然后直接点击 就可以运行 运行之后 各个游戏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单独的设置的 大概 Artwork Change Controller Skin 每一个游戏的它的 Controller 控制器的皮肤 我们都可以进行设置 我们可以点击 这边有 Portrait 竖屏 Landscape 横屏 这个我们需要单独进行设置的 点击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选择 默认是这种粉色的 说实话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这边是十字键的控制器 这里面我用了很多之后 最终发现 最好用的还是这个 因为它是摇杆的 简单先演示一下 可以控制的非常的完美 而如果使用十字键的话 操控起来 尤其是这种 45度角的这个操控 就非常的不方便了 而且有这个 HappyTag 触控反馈 玩这个超级麻辣 非常的不错 最近我跟熊孩子也是 每天都在玩 也是Tendo Switch的 那个版本的 它这个最大的乐趣 就是在于收集这个金币 大家看 别看非常简单 但是我只收集了一个大金币 马利奥它的乐趣 在于收集这个大金币 最简单的乐趣 最纯粹的享受 天下足球 所以像NDS 平常没带这个 随城的手柄人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 这个皮肤是最完美的 这个皮肤 我们在Delta 他们的官方 Delta skins.github.io 这个网站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载 点击一下的之后 这边有非常多的 刚才我用的就是这个 点击一下 然后Download Now 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去 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 或者是 我们可以在这里Settings 然后Nintendo DS 点击一下子之后 在这里点击 右上角的加号 找到刚才的那个Skin文件 点击一下之后 点击打开就可以 然后在这里进行选择 比如说他呀 或者是他 点击一下 这就可以了 然后横屏 Landscape 我们可以点击 选择 或者我们直接点击这个Reset 点击之后 Download一下 直接恢复成默认的这个皮肤了 然后像GBA的皮肤 Game Boy Advance 它的这个 皮肤 官方的这些皮肤 就不是特别的待见了 对这里面推荐大家 进入这个 SkinsForDelta.com 这个网站 这边有一个 Game Boy Advance 这里面的就非常的 不错了 但是横屏的皮肤 我个人来讲 不是特别的推荐 竖屏的 像这个Game Boy Advance GBASP 它的这些皮肤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因为操作起来 非常的有感觉 但是这个横屏的 虽然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Settings 设置这个按钮 在左下角 就非常容易误触 我们点击一下子之后 顺便来看一下我们的 操作按钮 这个菜单 Save Slate 我们可以点击之后 快速进行存储 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 这个是模拟器的一个 非常大的优点 然后LoadState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存档 这边打开 这边有个Chat Code 我们可以作弊 输入金手指 或者是 Fast Forward 通过这个功能 快速进行跳过 横屏的情况 你看 看到吗 非常容易误触 所以这个横屏的这个 我个人来讲 不是特别的推荐 总之还是 推荐大家 使用这种 尤其是这种 不需要配对的 一连上去之后 直接就变成了手柄模式了 卡卡的 这操作起来 非常爽 另外这个手柄 我们可以进行 硬摄 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设置 Controller的这边 它就可以识别出我们的手柄了 这是 骑士V2 然后这边有一个 Customize Control 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 镜位的 Mapping 点击最上边 有一个 Game System 游戏系统的选择 我们选择 Nintendo DS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Fast Forward 我是设置为了 R2 所以我们按住的情况下就可以快速进行游戏 Quick Save 快速存档 L2 设置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点击 点击我们的 实体按钮 这样就可以进设置了 然后这个设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 Controller Opacity 控制器 它的透明度 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选择 然后这个Game Audio 游戏的声音 Respect Silent Mode 默认是打开的 打开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手机 设置为了静音模式 它进入游戏之后是没有声音的 而如果我们把它给关掉了 即使我们手机 设置成了静音 我们进入游戏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悦耳的歌曲 都是可以的 再上上的 另外这个Delta Sync 我们是可以进行同步的 比如说我的阿芬 阿帕德 MacBook 都是可以同步来使用的 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Google Drive 或者Drawbox 目前我还没有使用 登录之后 我们进行同步就好 另外这个Happy Take Feedback 快乐的触摸反馈 就是我们的触摸反馈震动的那个效果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按钮 或者是Control Stix 都是可以单独的进行设置的 另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 这边有一个Pore Settings Nintendo Dual Screen 点击进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 AirPlay 当我们把手机的屏幕 通过这个AirPlay 投屏到MacBook 或者Jabat 或者是Apple TV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它进行非常细致的设置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屏幕 我要投到MacBook上 我们下拉我们的控制中心 点击这个图标 这边有我的MacBook Drawing的一下 如果我打开了Show Top Screen Only 这样的话 它只会显示上屏幕 就主要的游戏屏幕 下面的菜单屏幕 它是不显示的 而如果我把它给关闭了 它就分成上下了 但是屏幕的尺寸会变小 或者是Arange Screens 左右上下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设置的 所以当我们大屏幕游戏的时候 这种操作都是可以的 大概这别看是将近十几年前的游戏了 超级马力的乐趣啊 非常神奇 我就可以直接以一个大作 卡卡卡卡 直接到最下方 下来之后发现 蕴藏着大量的金块 哇 感觉我就变成把斯科了 我心里我不远了 大概 大天 我大天 他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 之前那个NGCV的 模拟器 Dolphin OS是不是也可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网站上的最新的文章啊 目前来讲啊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小的 不能上架App Store 主要是因为它使用了GIT 不是JYP 是GIT 这个GIT是扎斯音碳 主要是一种编码语言 如果不使用GIT的话 整个模拟的效果会大幅度降低 如果使用GIT的话 就是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完美 但是现在苹果它是只允许这种复古的游戏模拟器 上架App Store 像这种使用了GIT 苹果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安全的 所以就不允许上架 就是海豚模拟器 是无法上架App Store的 但是 可以玩NDS GBA GBA 已经非常不错了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灵动的消息修服 它的死亡隔浅 哈迪斯 双方危机4 重制版 这么多好游戏 再加上这次Delta 再加上Cloud Gaming 所以我们赶紧把我们的阿芬 变成一台掌机吧 我们在此视频 看下就请你 我们在这边